字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静的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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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Options 嗨大家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 测试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 中文座算是 炸鸡天花板 吃完叮光味 吃完叮光味的一个 看吧 这个叫桥头排骨 就在我们店楼下 这个店 其实不同的店 好吃点 这一看就是这个 桥头排骨 点了一个套餐48块钱 合合人民币是 300 没税 250块钱 有没有 这个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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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哇你妈 太烫了 哎呦 这好香哦 然后这也是 这是老师说的鸡柳 然后这个是鸡块 然后两个汉堡 行 吃 这两个什么 这个一个是 哎都是香辣的 然后香辣汉堡 因为我之前我在国内是很难接受 我就说 就是杜伦诺这边没有 就是 哎味道特别 特别像国内 你看这个汉堡 其实 包包其实还可以 带着手套 哎呦 整个 这啥 这啥 这他不是鸡柳 哎呦 失败 哎呦 给你手套了 香了 那块 香了 嗯 它这粉 可以撒里边 可以 哇 我 吃了 吃了 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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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和鸡 这盖子 这鸡块真的很 这鸡块真的很 这鸡块 这鸡块 差点一点 跟麦克娃娃娃差很大一点 味儿你觉得吗 就是 冻的 冻的 冻的一半 这个鸡柳对 这鸡柳不够 但是鸡块 吃了鸡柳 买调壽排骨 没买排骨 这有什么味儿的 大蒜 哎呦 这个熏子 好 好 好 找个好 令人失望的事情 令人失望的事情 哎呀我回去给他包个这么一感性 在这里 我不了 他不会包 然后他一个电话哪过来 你回来给我包个这么再多了去 行了 今天公司减半 没有没有干辣 哈哈 哈哈哈 你们现在就快回家帮东西一碗 我觉得 吃完就去了 抢厕所在 啊 我继续不要吃 哎呦 鸡粉 我来吃 哎 你全拿一遍要扔你 哈哈哈 这这这这一个 我都看到你了 我你妈 尝一下鸡粉 嗯 这个提示我什么要做 咋今天发挥市场了呢 我给他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汉堡 再不行就没了 我刮四十八道我们还不会有个方便吧 是 二百里汉堡一百里 这汉堡汉堡的料还是 这样可以了 你看都 大鸡来了 哦你妈 我闻着了 生啊 这个白酱生啊 啊 啊 打着 汉堡 汉堡 汉堡温 有点滴 有湯堡 我来喷 哈 嘿嘿嘿嘿 灯光渐气 这这个兜 一个小时露天气都 灯光渐气 这大刀他球能笑话 哎 提起重 平致 嗯 看来 汉堡 好 我会点其他的 就买汉堡 嗯 其實大家最好的點就是點著漢堡 然後 他已經和喬了白骨 那一個樹枝 漢堡不能吃 徐東元你吃飯了嗎 沒有 你回家給你家做包肉最好吃 哇你什麼 神奇良悟 我怎麼這麼冷的天啊 好渾 哈哈哈哈 那天 真的幸好 2月2日 那是第一天嗎 那天你就跳飯給那邊包粥去了 你哥好難受啊 你哥是拔涼拔涼的 我過來直接黑了 我這麼早就下班了 哈哈 懵了 花 嗯 我那兩個粥都不會放 對啊 哎他們還給你做飯呢 厉害 少爺 分工挺切 帶少爺 哈哈哈 還是吃的太飽 還是吃太飽 嘿嘿嘿嘿嘿嘿 事情做得很可笑 所以我們笑很酷 哈哈 你喜歡 越虐越愛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越反越愛 哈哈 比零又加了凳子皮 就我们店员的中处 中处跑去拿个包粥去 上班上也给拿个包粥去 我们小小子偷上 这好几盒不多见了 现在 好 这么辛苦还给人包粥回家 绝对的真爱 都是爱情 全给你露进去了 我给你 我擅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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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有家还瞪你 比说谎还泡沫在后 这个 我其实吃不了 可能会虚了拿到 虚了你拿到吧 鸡翅你就说你在店里做 哇操他给他带外卖的不错 这么多呢 发烧啊 哎他发烧了 对吗 打针发烧 嚇人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特殊时期了 不知道不知道 你看那一口 你头怎么都在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操他给你们吓得没掉 哈哈哈哈 那么动 啊是吗 这个啥 没有啥 不是油啊 嗯 我最近的疫情真的好烟 嗯 你看过来挺好的 我跟你四伯爷 直接去 中斤去测的喝酸 哈哈哈哈 你俩测了 前天去测了 鼻子给我捅出来 哈哈哈哈 而且他两个斤味都痛 那肥 哪个东西 哈哈哈哈 没有 肥爷 我们这 容易卸的 已经很久没有出去玩过 嗯 我还以为你们能量喝酒吧 没有 我们宽了准备过的 我说我昨天一个人宽 两个人宽了 我们俩 一个两个人 不软 不软呢 哈哈 不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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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隔路丹路 好快 哎 好丁 哎 好丁 好丁 我 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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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吃完啥呢 你今天吃完啥呢 香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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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啊 太辣子 我们很久没有发视频了 上一次说日梗 然后我Instagram DN里面全都说不行 结果呢真正没日子 不过算了我也不夸下海口了 但我们今天这期视频主要讲的就是我们 眼镜的推荐 其实我在19年的时候 其实也做过了这样的视频 就是专门做眼镜的 那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收入的增加 就是随着这个品位的变化 那其实那个时候戴重 因为现在肯定不一样 然后我也发现其实 网上专门做眼镜这块的 好像也没有特别多 所以我觉得已经时隔了 19年现在几年 22年 已经三年了 我觉得是时候再推出一期 眼镜的 作为眼镜的推荐 所以这期视频就是给大家做 这个不同眼镜的推荐 所以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对眼镜这么感性 因为我觉得你像我现在就不戴眼镜 我感觉就是在镜头里面 等会不会严实 所以我感觉 经常因为眼神就比较空洞 就是没有那种很有神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眼镜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是一个颜值上的提升 那我们今天要讲第一个眼镜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 19年这个时候戴了很久的 Effector 这个眼镜其实 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是在黑文斯 六七百 六百叫多加并买的吧 然后后面我看他 就是因为我这个眼镜其实已经戴 就黑色版本 我已经戴了大概三年了吧 然后后面 我感觉这个眼镜真的 真的就是我觉得很适合我 包括他很符合他流行的这种感觉 包括你像余文乐 他有戴类似这种 今年特别流行 去年特别流行就是那种透明框 加上这种很深色的墨镜的这种 感觉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那我觉得那 我要不要就是拿这个 Effector这个透明的这个眼镜 做一个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就 这个眼镜其实本来 它是没有一个这个度 就是没有这个墨镜 就是这个墨镜镜片 然后我就拿它去 我们旁边 Pacific Mall 太古超市 搞得不许地方 然后我们去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镜片 所以最后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是吧 你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 好想和你在一起 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是 这个眼镜的颜值不错 因为我觉得像 我上次10月份的时候戴这个眼镜 也戴这个眼镜拍视频 然后底下就有很多评论区有人问 差不多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一个墨镜 那第二个我们介绍完墨镜之后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我们 上上上期视频我们在开开车的时候戴这个克洛心的眼镜 其实克洛心的眼镜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它这么贵 两点 因为它每个眼镜都很多手工质 然后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每个眼镜制作时间是三到六个月吧 它是这么宣传的 但我估计不是 因为这个成本应该是很高 但虽然它卖的很高 像这一副 这副这个银框 这一副克洛心 他们卖了多少钱 税后得要2200加币 这个人民币就11000多块钱 就非常 其实对于眼镜是非常贵的 你像Sanel这样的品牌 出一个眼镜也只有大概2000多块钱 那克洛心其实这品牌上面并没有Sanel厉害 那它出一个眼镜需要5倍的价格 其实还是蛮牛逼的 那这个眼镜为什么我当时选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眼镜就是 首先它正面看它就是那种很简单 就黑色的一个黑 黑框的一个眼镜 就显得比较斯文 但是你侧面看 它就会感觉就是有那种很有设计感 就是那种 还能很清晰的看到他们克洛心上面那种 银饰那种十字架很经典的风格在侧面 然后包括它的进腿 进腿这边也是有这个 聚焦了吗 这个十字架这个特别经典的感觉 然后包括它也在 我发现它已经 我买过的时候它不是黑的吧 我操它已经黑了 我操 就它这种自然氧化 就是我感觉克洛心的眼睛有一点 我感觉有跟Goros有一点感觉 就感觉有点是差不多 就是它 它因为是银饰嘛 它会后面这个部分它会随着时间慢慢氧化 就是那种 就是能带出那种个人的那种氧化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副银 银制的算是我这些 眼镜里面应该是最贵的一副 一万一千块钱 但是我觉得就平时戴着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挺帅 非常适合那种 商务人士 虽然我也不算商务人士 做金融的 天作办公室的 卡里几个亿那种 比较适合这样子 差不多就是 但是这是第二副我们要讲的 克罗欣的一个银制的一个玉环眼镜 下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 我们穿插一下我们个人的品牌 我们个人 我们也知道 不是 你们也知道我们 Cometas剪出 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品牌 然后之前也一直夸下孩子 说做眼镜 然后其实我也要给大家讲这个心目力 做眼镜真的很难 那个时候我觉得 刚才觉得做眼镜很简单 找个场嘛对吧 搞一搞嘛 乱七八糟的 设计乱七八糟 但是其实你找场就要花很多时间 不同的厂 不同的地方 一个在什么 像江浙户 一个在广州 反正就是各种跑 然后镜片 然后这个 镜价的那个厂家 和镜片的厂家就不一样 然后镜片分很多种 然后还有很多 比如说版 就是叫什么 版权问题 包括设计 然后你比如说你设计出来了 你还要给厂商去看 这个设计能不能 他们能不能做出来 包括产量 比如说有些厂家不接五千副以下的订单 有些不接一万副以下的订单 然后价格都不一样 所以 经过很多的住屋者 我感觉我的视频里面 说这个眼镜出来已经说了 那又半年了 所以 经过我们半年的努力 我们come and touch 第一副 做旧的Friends and Family 叫Organic系列 就叫原生台 所以为什么叫Organic Organic系列 就是因为 我们一开始做透明框 做透明框 那个时候想做就是做透明 但是我觉得 所有的透明框 在带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们都会变成氧化 所以我们干脆直接就把它变成氧化的一个材质 然后做的是这种开放式的这个眼镜的一个设计 配上蓝色镜框 然后为什么蓝色镜框 因为我觉得蓝色镜片 蓝色 因为这个蓝色镜片 我们调了很多版 因为有些你们知道 你们有没有戴过那种 就是钓鱼的时候那种蓝色的反光墨镜 就是如果你颜色调的不好 会变成那种钓鱼色的 所以这个墨镜是那种淡淡的蓝 然后这也是款墨镜 所以我们戴上去看一下 就是这样了 怎么说呢 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兴趣的做了这款眼镜 那其实我也对比了跟大牌子 因为我刚刚讲的是比较厉害的牌子 克罗欣 EFFECT 那跟克罗欣我觉得比的话 有缺点 有点 相当的便宜 这一款699 就是限量版的这个Organic系列 是699 那缺点在于就是我觉得各种细节上来说 肯定是他们做的 课字肯定是没有他们好 包括他们上面的用料银 我们暂时这一款还没有用到银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说 能不能在这边加上一些银 然后后面去配上负厂件去配 然后那个价格算下来 我感觉如果要真的做的话 我觉得这盒这个眼镜可能我们得卖1000多块钱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博主做的品牌 如果1000多块钱的眼镜可能有点太夸张 所以这个东西就搁 但是可能我们在之后的产品推出的时候 可以慢慢的加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配件 所以就是我们我要讲的第二款 那这款眼镜会在哪里发售呢 我们这款眼镜就会在我们官方微信 你们都可以在微信上下单 包括我们之后淘宝店也会上这款眼镜 对 这款眼镜的价格是699 然后我们有Friends & Family系的 Friends & Family系的还剩 没有 已经没有了 就是现在这一款 Organic One 国内 加拿大这边也有现货 国内有现货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款眼镜的话 可以支持一下 OK 差不多就是这款眼镜 我们要讲我们第二款 因为我们一个系列做了两款 这就是这个系列叫Organic Two 那个叫Organic E 那个叫Organic Two 然后这一款灵感就是在于 那一款是镜框做酒 这一款是镜片做酒 然后就是一个很经典的那种老港星 就是那种港星带那种开放式那种眼镜 然后因为他们有些时候那种透明的镜片 然后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然后镜片会变黄 所以我们直接就是把这个镜片变成那种做酒黄 和这个 刚才说Organic One这个系列 就是等于说一个反差的感觉 然后这也是一款墨镜 然后这一款就是喜欢那种比较 比较清零的系列 然后戴上去很像 很像那种特 像什么 墨底的感觉 就是那种使徒行者的感觉 然后这一款就是我们comtouch.2第二款做的眼镜 这个价格很清明 叫做399 然后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做品牌只做墨镜 是因为为什么只做墨镜 所以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就是 因为你们要配度的时候 像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大的体系给大家去配度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一开始第一副产品做墨镜 然后我们主推的就是这款Organic One 那这款这款真的是就是很特别 我觉得你在外面我应该是没有看到过这个这样配色的 还有这种设计的眼镜 包括像我们现在这一款就是比较 因为这个用它的镜片比较便宜 包括它的这个镜价也没有那个难弄 就是比较模具的 所以这一副会比上面那副便宜 就价格上面会有一个差异 成本来说相对来说是高一些的 那包括运输万卖万卖 我们是减兔第一次推出这个眼镜 这个是Organic Two系列 这个是Organic One系列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加我们光卫影支持一下 然后加拿大本地就是全球 Shit 当然由费自服 OK 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副 这就是克罗辛的这个眼镜 其实这眼镜我觉得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黑色的一个很普 其实我觉得这个眼镜真的讲道理挺普通的 不是给大家推荐 就是我觉得挺普通的 因为买这个眼镜的时候 我感觉我有冲动 因为那天我正好戴了一个很不舒服的眼镜 然后正好经我一查的时候我就说 我不舒服我把它摘了 然后就有点冲动买了 买当时戴觉得还蛮好看的 因为看侧面 侧面这个感觉还挺嚣张的 这个设计 但是后面带回拿回家发现 发现一开始它这个进腿它不平的 就是它老是你看拍到的 就是就是我特别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它们进腿会这样的 就是让我很不舒服 然后后面这样的进架 然后发现也不耐磨 因为这个其实眼镜也不便宜 也要1600多加币 小8000块钱 但是这8000块钱发现之后 因为有的时候你把它放到包里面 乱线包 然后会发现它们有磨痕的 然后其实戴上去的感觉呢 我不知道你们大幕里面觉得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对于克罗欣来说 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纯银的 如果你们要买克罗欣的话 我推荐你们买纯银的 或者是那种款式 像我们摄像欧几个买的一个 其实跟我是一样嘛 不一样 做旧一样 就是做旧 但是它那个一看就很特别 你知道吗 然后跟我的价格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这副买的 就是感觉很没有特色 可能就是 就是我说到那样 这个价格 就是这个样子 还不如我去买震头芒子 就是一千多块钱 然后我花了一个五六倍的价格 去买这个差不多的感觉的一个东西 然后感觉是花了大钱 做个小B的感觉 就钱花了不止 所以这个眼镜 其实我不是很非常推荐大家 去买这款眼镜 但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买这款 因为这款我觉得克罗欣算是非常特别 就克罗欣的银质的 纯银质的这种眼镜 我觉得还是非常特别 所以差不多就是这一期的视频 这期视频我们就给大家讲了 来 五款眼镜 那其实 可能这期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硬广的感觉 就是我们讲我们自己眼镜 可能 哎呀是不是想卖自己眼镜 对 我就想卖自己眼镜 废话 我花了小半年做出来 品牌的贴在这里 这有租的 这我们还有个品牌专门的一个section 我给大家起来 是不是 那我们 是吧 我们差不多就是 有一点就是硬广 我们对人家说 赞住了 自己给自己赞住嘛 反正我们也从来没有人赞住我们的视频 所以差不多就是我们这期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来到Tosano 然后 OK 差不多 没啥好想 视频 会 尽快更新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